還有是不是哪些星座的媽媽 反而希望小孩快離朝 是 其實人是習慣性的動物 只要習慣並且深陷於 某一個情感 突然間被抽離 一定會不舒服 這些媽媽希望小孩 或者爸爸 希望小孩快速離朝 那他們一定是 開始告訴自己說 我的習慣在某個階段 應該要改變了 從理性上去規劃 從感性上去適應 是非常好的 那改變習慣不難 那怎麼改變呢 我們參考他們 參考太陽上升和月亮 第三名 快走 水瓶座 對 佩儀姐 一開始因為習慣 你要出去萬一跌倒了怎麼辦 深陷其中 那個情感無法自拔 但是後來他開始知道說 我跟他 我跟兒子 是不同的主體 不同的個體 對 所以我們是可以 課題分離的去 看自己的人生功課 和人生週期要怎麼去運轉的 這個自重就回來了 我年輕的時候 我知道事業怎麼處理 人際關係怎麼處理 我自己要什麼 我還特立獨行 他們要我還不要呢 這個自己很快就回來了 所以他在找回自己的同時 他就知道這個空間要怎麼拉 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什麼階段的這個同樣的關係 要怎麼拉出一個互相尊重 然後相見不如懷念這樣的空間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讓自己 在最孤獨的時候 產生一個幸福感 可能就是以自己以前一個人的時候 為中心去思考 好 第二名 雙雙座 喜變化期待改變 他的個性本來就愛變化 所以我們就要回頭來看自己 我是不是一個喜歡變化的人 當我的孩子 他的生命在變化 我的生活的周遭 也有在變化的時候 其實我本性應該是期待的 這個轉念就開始有了一把鑰匙 幫我們轉念 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 啟動的能量 那最後看第一名 好 射手座 愛自由 鼓勵獨立 那射手座不只說你趕快出去 而且說我其實把你丟到哪裡 是可以讓你不太受傷 但又能獨立的 那這樣將心比心 如果他有這樣的思維 他回過來馬上就可以提醒自己說 我其實也是這樣啊 不是嗎 那有一天 我覺得夫妻兩位 可能也是有一個會先死 不可能商量好同一天走 所以永遠會有一個人的時候 那這個所謂的一個人 就不是孤獨 如果他換一個概念叫自由呢 突然就像 真的 對 要練習一下 因為最好他先走 練習 可是留下的人要處理後事 要有一個人孤單 決定自己先走 對... 丟下攤子 讓他收 讓他悲傷 對 讓他悲傷 然後讓他去 那如果打電話給初戀呢 初戀能不能接電話的時候 說得好 算了... 總之 如果你找到 你可以抓住的一個興趣 和自己想讓自己幸福的 那個信念 我相信所有的變化 都可以游刃有餘地去面對它 謝謝 這邊來問一下佩穎 Juli姐跟凡哥這樣子算正常嗎 還是需要去掛號 這樣... 你都可以打折 對吧 可是朋友不能接 朋友不能接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其實你知道 我覺得剛剛Juli姐 講了一件事情 其實是我覺得很值得 就是中年夫妻去學習的 就是剩下我們兩個 那我們要怎麼樣好好的相處 其實你講這句話 真的是非常的核心的問句 有很多人他們其實到中年之後 孩子不在了 就會選擇離婚 因為他們回不去 夫跟妻的身分 但你們不是 你們是回來想的是 我怎麼回來跟我家裡的 這一個伴侶好好的相處 那當然就是... 我就是沒有把他當偶像 你知道嗎 對... 就是把... 但是很好啊 偶像的話 你又要是 就是上對下的那種感覺 其實對我們就是走後半生 也許也不一定到非常的平順 所以你們找到彼此的平衡點 能夠相互尊重 甚至給予彼此自由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 大家學習的一個過程 對 那其實我之前有一個案例 其實是女兒來 女兒她就是準備要到國外 去工作的時候 她就來了 然後她就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離家這件事 其實我有非常多成年的案主 他們都是很難離家 然後來找我做諮商 然後她因為很想到國外去 就是有更多的工作的機會 但是她回家就想到 她爸媽從小就會吵架 為各種事情吵架 也會為錢吵架 她終於在跟我談了幾次之後 她就發現一件事情是 因為她媽媽洗腎 所以她爸爸幾乎每周 要三次開車 在她到大概一個小時遠的車程 去就醫 去洗腎 然後後來你知道 就一段時間之後 她爸媽就突然就覺得說 這樣子好像太累了 然後媽媽就可能跟女兒 嚇嚇了一下說 就是這真的太花錢了 就是好像會影響到我們的 就是太勞累又花錢 對 然後女兒你知道第一個反應 就是很直接的反應是 你們是不是錢不夠 你們又要吵架嗎 可不可以不要吵架 你們需要多少錢我給你 可是你知道下一句媽媽講說 所以我爸 我跟你爸討論 我們就在家裡附近的診所 我們每周騎機車去就好了 我就為她拍手鼓掌叫好 我就說你有沒有發現 你爸媽終於有一個夫妻的功能 叫做解決問題 合作 他們以前為什麼要一直吵架 因為他們不合作 他們現在找回這個夫妻功能 代表的是什麼 他們真的往真的 就是未來老年的夫妻生活 這件事情走了 所以你要回去好好肯定 你的父母 然後剩下的 其實讓你的父母 真的去解決就好 你子女不要做太多干涉 所以我這樣子提醒她 對 因為說子女做太多干涉 是父母不會學會 解決問題跟合作 所以很多老年夫妻 為什麼要把孩子抓著 的原因是 他們需要孩子來幫忙 做中間的潤滑 這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在學習如何的獨處 很久沒有獨處了 剛才前面有聊到說 不想陷入空巢期的危機 可以預先練習 練習嗎 準備嗎 其實最主要空巢期 會陷入那種 心理危機的狀態是 因為你太失去自我了 因為很多時候是 我們太習慣 就是照顧者的身份 我照顧我的孩子啦 所有事情都為他們想 然後或者是以孩子為天的 這樣子的旋轉 那如果你開始意識到 他們即將要離家的時候 那你就要開始想 是離家之後 我可以想像後面的生活嗎 我可以去想像就是當我 就是回到家空蕩蕩的感覺 或者是開始變得很安靜的時候 我可以為自己做點什麼嗎 那個為自己 回到自己身上的那個角色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實人身上 我覺得就空巢期的失落 其實是一種角色的失落 像有些人不是 我們說退休 退休也會失落啊 那就是一個角色的失落 所以其實照顧者的角色失落 但如果我真的感覺悲傷難過 我陪自己哭一哭難過完之後 我跟自己說 其實我不需要透過被需要 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我不需要透過被需要來證明自己 那我需要透過什麼來證明自己價值 透過活出自己的樣子啊 我為我自己去做我喜歡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在空巢期 你難過的時候一定要釋放你的哭 盡情的哭 找一個好朋友 哭出來才不會得憂鬱 因為憋在憋在 我們把最好的一面表現給別人看 人家以為你都很好 其實你內心是一層一層的受傷 就是把它表現出來 其實哭很重要 哭其實是幫助你自己適應那個過程 不是一直哭 哭很久 你哭完以後你要清醒 問自己你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不要拖累家人 所以你們都不會是我的客戶 對 因為就是 絕對大哭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失業了 我現在要怎麼辦 沒錯 然後就開始想說 我後面我要開始什麼去做 對 所以有好點累 這也是一種情緒的排毒 對 情緒排毒很好 是有感的 人家有的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我快樂得不得了 有嗎 有 去找我們朋友 他又是誰 我們要跟我的臭亂 踩一個電影 對 對, 拍一半 對, 走 我們先走 是誰 對, 拍一半 快樂得來 想要 跟我們先走 我們先回想 我們先要這樣 店地消告 對, 拍一半 我們先去 我們先走